男人指着妻子的鼻子骂他生不出孩子 然后便气急败坏想办事 妻子被吓得哭个不停的 情急之下 一脚把这气口踹飞了 男人这下更是恼羞成怒 哭上床就是几个耳光 接着破败的土皮房里 便传出了女人生死力竭的哭声 两人于2008年结婚 已经两年多了 准确地说并不是结婚 因为源源是被拐来的 也不会说话 原本村里人都很是羡慕老李 一个40岁的光棍能有那么漂亮的媳妇 但当源源两年都没怀上身孕后 老李沦为了全村的笑柄 他一边对源源动辄打骂 一边求神拜佛 还找来了村里的身体